受到了热带低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 全台在昨天遭遇了豪雨的肆虐 其中北市灾情惨重 民众行驶在士林田姆东路 疑似路面下水管爆裂 造成路面凸起长约两公尺 宽约两公尺坑洞 实在很危险 同样雨是滂沱的还有内湖 大湖公园因为雨势过大 湖泊水位高涨 蔓延到周边的人行步道跟草坪 一度造成行人的通行不变 索性没有影响居民 大雨磅磅满路上的整面黄水 一路蔓延到一旁的人行道 呼啸而过的公车 更溅起大量水花 可见雨势之大 受到热带低气压 与低气压带影响 全台22号遭遇豪雨肆虐 连日降雨导致多处地区受灾 其中台北市内湖区 淹水事件频传 湖泊水位高涨 蔓延到周边人行步道与草坪 而在成功路五段康湖路口 也出现严重积水 一度造成行人通行不变 索性没有影响到居民 台湾灾情严重的还有天母 民众开车出门 经见路面有隆起的状况 四周还拉起封锁线 实在好危险 都没有人受伤了 晚间八点 士林区天母东路 疑似路面下水管爆裂 造成路面凸起 宽约两公尺的坑洞 工程人员到场 紧急拉起警戒线 索性没有人受伤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